亲爱的 有时候 觉得 好累 也会在 孤单中 流下 眼泪 用力的 壮大 就算 彷徨也在 继续闯 勇敢这 所谓天佩 不过是 以为 生命啊 一种迂回 让我们 学会 无畏 去飞 你 你慢点吃 今天晚上不消化 你红身黏黏糊糊 我都想快点吃完回去洗澡 好吃 我先回去了 你快点的 我带着飞行旗 这正好排我 你都瘦了 你多吃点 快点啊 这子确太滕小姐姐了吧 从小她叫滕小姐 要我说 干脆揍你去算了 我看有戏呀 要不然等子秋以后 要真找老婆 那就隔一层了 没准以后那儿媳妇啊 就孝敬她那个亲爹去了 说是吧 小姐有男朋友 跟她同行 也是那搞雕塑的 艺术家呀 那肯定赚钱不少吧 这这我不知道 不过要我说啊 这找对象啊 就得找知根知底的 你看你吃 麻酱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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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先慢点吃 还有好东西 来 紫秋啊 嗯 让我 来 有没有你妈妈的消息啊 没有 你爸也没有啊 他都没主动联系过我们 那你真得好好劝劝你爸了 让他放宽心 别老想着被女人坑的事 这世界上啊 想好好过日子女人还是多 你说是吧 嗯 你爸现在还年轻还好找 要是再过几年啊 真不好找了 好 好好 你别好好好的 你得上点心 你说如果你们都结了婚 跟小鸟一样都飞了离仇了 你爸咋办 那不像我呀 我要是得个什么 脑梗脑碳脑血栓的 我还有老伴啊 可以打120给我交救护车 你爸咋办 在家里等死啊 你这什么叫死子死的 你再吓着孩子 我吓唬什么呀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年纪大的人 就考虑这件事 你不懂 你太年轻了 对吧 我就是年轻 这排骨怎么这么好看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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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给孩子们做的 糖醋排骨 您这糖尿病 您不能吃 我已经藏了 这好吃 就这一块啊 这一块就行了 小哥 你最好是洗了澡再上来 这伤头吹风可舒服了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看爸 子确也回来了 躲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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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干吗呀 我回来吃的东西 每次 hundreds 管kie 你在想什么 从小到大 你都更喜欢紫秋吧 你又犯什么病啊 紫秋来了以后 你被谁欺负了 你总是第一个想到 让紫秋帮你报仇 你们瞒着我去游戏厅 去网吧 去闯户 干什么都不带着我 你又不让我打架 你又不让我玩游戏 你连什么都管我 你们半夜偷偷摸摸在被窝里吃辣条 也不带着 那是因为你住楼上啊 我们怎么带你啊 而且你刷了牙 你就不吃东西的呀 天地良心 日月可见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大哥 那可不一样 虽然都是肉 但是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都会断井权地保护自己的手心 那我们首先还是手背 那我们首先还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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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好啊 对啊 真有事 真有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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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捡回来啊 你也没捡呢 真是 你怎么回来了 爸 正好我刚掳好的那压货 拿回去跟小杰一块吃 爸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那 他就就这么跟小杰分了 他们本来就是朋友 现在又变回朋友 那你这 喜欢小杰 小杰得怎么想啊 我还没跟他说呢 我这是想 先征求您的同意 我要是不同意呢 那 那我就等您同意我再跟他说 那小杰要是不同意呢 那我就追他 就对他比之前都好 好好追 爸 你是不是生气了 之前那亲戚们都说啊 说紫秋啊整天不声不响的 肯定随他妈 是块雾不热的石头 还整天呢 带着小杰出去惹事 这小杰都跟他学坏了 我知道 这种事 二手上二舅妈 没什么交声过 但他们不知道 你们仨当中 就数你心眼最事 那小杰 那天经常自己出去惹事 那你就跟着他 生拔他受委屈 可他呢 还老栽赃你 这你还自愿地替他背黑锅 这凌霄是hold不住的 这也朝你发火 他那其实也不算是栽赃 那就是盼您输了 你们都大了 有自己想玩了 我也管不住了 爸 我觉得您 您还是生气了 我没有 真没生气 但我是真没想到你们 这样 给我点时间 让我消化消化 我 你自己也得想清楚喽 爸 我想清楚了 我是真心的 我没怀疑这个 我是说谈情说爱这事 它真不稳定 你看这小杰跟小郑 这好了没两天 这黄了吧 你们可别因为这恋爱没谈成 再把这从小到大一个锅里吃饭的感情 再给折腾没了 泽久 你得答应我 就算你们不能往前走一步 那也得能退回来 你还继续当他这个哥 行不行 爸 我答应你 孩子 孩子 娘 怎么回事啊 这蚊子怎么只咬我都不咬你啊 希望他用不动 你体温高 所以蚊子喜欢你 我自己来就好了 你回去吧 你以前不是只会用指甲 在蚊子包上掐一个十字吗 我跟你说的事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跟郑淑然东西 为什么跟我不能是 这种事情哪能瞎视 我跟郑淑然那就是一个失败案例 反正我不管 从今天开始 你得改变下思维方式 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待 牛不喝水 你不能抢人头吧 我不抢 但是你想喝水 明天只有这一碗 你躲不了 而且我觉得有必要 告诉我身边的人 省得在梦里 起码被别人爱别了 你没有跟齐明月说吧 没有 目前只告诉了冯兮兮 我本来不打算告诉别人的 但是别人都把我当成一个哥 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 是有障碍的 不不不 没有没有障碍 你先冷静冷静 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们是可以私下解决的呀 怎么解决 我考虑 我考虑 我先把这碗水放到我面前 好吧 行 那 紫秋 不不不 我尤其不能告诉小哥 他要是知道了还得了啊 他肯定会觉得我们是孤立他 他会闹的 可以 那傻子一根筋 不知道也好 行 那就先这样吧 行 行 你自己吐腿吧 我先回去洗澡 你早点睡啊 你 你也好睡 好睡 你也知道 我睡眠不好 很难好睡 如果你今天做人答应好好的 再像这两天一样 躲躲闪闪 我肯定睡得更不好 不是吧 大哥 你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威胁我 全书是谁而已 晚安 你去新加坡上了几年学中 把脑子都学坏了 脑残 你 你能威胁谁呀你 我李津津是你能威胁的人吗 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 小哥 吓回跳 你吓死我了 对 我看到林小上楼了 你别管他 快快快过来 帮我涂一下这个冰牛肌 好 我被蚊子咬死了 怎么这么着蚊子呀 哥说我体温高 怎么 你还在生林小的气啊 我听爸说了 林小回来那天 就立马去给慧颖阿姨上香了 不是不是 没什么气 我还是觉得跟你在一起舒服呀 真的吗 真的吗 我真的要 你别挠 我拿风油精给你好好揉揉 知道了 知道了 别挠 别挠 李津津 我这跟你商量个事啊 你看你答不答应 说 你说 跟我在一块儿不是挺舒服的吗 要不 咱俩就在一起呗 什么在一起啊 我不想当你哥了 我想当你男朋友 你还听我说我啊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不放心买你给任何男人 这个世界上 而且没有任何男人 比我更加心疼你 我不是去亲自照顾你 我才那么放心 不要跟我 等他们结婚了之后 咱们就跟以前一样 我等于住坠了 家庭结构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 而且以后咱们生了孩子 我也可以照顾他 我不用把孩子求你 你什么事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个屁 我冷静个屁 我把你当哥哥 你又跟我生孩子 我告你这事 我爸知道了 你让他怎么想 我已经跟爸说了 他让我想清楚了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已经想清楚了 李津津 李津津 你坐下 坐下 走 我跟爸说是因为 这事总不能偷偷摸摸的吧 你还告诉谁了 就庄北 他还是自己猜到的 你放心 我不会把这件事情 弄得人尽皆知 让你为难的 你就 找点时间 找点空闲 好好思考 适应一下 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 常回家看看啊 我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千万千万不能告诉哥 他现在 脑子有问题 你千万不要再给他添毛病了 我知道他脑子一直不好使 等咱们俩再一口口 啥啥就不可能在一起 我会加油对你好的 一堆堆乌云 像青色的火焰 在无底的大海上染上 大海抓住闪电的煎火 把它吸涅在自己的深渊里 不是 我跟你说正经事 你给我念海燕干啥 这些闪电的影子 活像一条条火虫 在大海里蜿蜒盘旋 蜿蜒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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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 暴风雨就要来了 这是勇敢的海燕 在怒吼的大海上 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 这是胜利的预言压载叫喊 这样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海燕儿 你邪没马 你邪没马 我会加油的 好好对你 那我回屋来啊 那我回屋来啊 你站直到梦 Eunice 就知道天啊 我看天啊 今天就在我身上 好 你是不是被捣摇 你被捣摇 我没办法 找你 我看天呢 能从哪儿 可以休 睡点睡 睡点睡 来 喂 今天还没起啊 早走了 六点半就走了 工作室忙 早餐我给他睡包里了 来 子秋啊 我跟你灵霸商量了 有个事 不想瞒你 什么事吗 什么事 就是你高三放暑假那会儿 你妈回来过一趟 他他他是来还钱的 这他管我借的那些钱呢 都还了 但是他当时跟我说呀 说别跟你说 我也就没跟你提 你妈这人呢 没那么好 也没那么坏 对 所以说就是 这事啊 你 你就别老耿在心里 能放下就放下 我没耿着 我早就忘了 没耿就好 不是 你像我这还多心呢 我就看你老摆弄那小梳妆镜 所以我就让你领爸妈去打听一下看 他在哪儿 这不打听则已 这一打听 还就在本地 所以我就去找了他一趟 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他呢开了个美容院 有几年了 生意也还行 但他就是 又再婚了 有一个孩子 四岁多 小男孩 而且听他那意思好像 没跟他现在的丈夫 提起过你的事啊 有家庭了 我给怀子了 挺好 不是 不是 我我 我认为啊 他没跟你联系 也是为你们俩好 毕竟你们俩的心结太深 所以你看 所以你啊 你自己决定 要不要去见他一下 他 他知道我回来了吗 知道 那他想见我吗 那我找他干什么呀 我不找他 当然要去找他 跟他说清楚 既然没有见到做父母的义务 如果将来有什么变故的话 也不要再来找你 让你负起责任 有什么好难过的呀 小时候离开妈没饿死 以后想要什么东西 可以自己争取 我们只会越配越好 爸 李哥 明天吃 你上饭了 就 就吃这么点啊 你路上慢点 他就说你 他就想要做什么 我会你 他就想要做什么 这个 好 快去吧 来会有 你吃你的 妈 您尝尝吧 过去坐会儿 妈 您真的不跟李叔叔结婚了吗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爱情是什么 没有了就不能结婚了吗 没有爱情也能结婚 但是 那样结婚不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 跟李叔叔和李健健在一起 怎么会不快乐呢 我都很快乐呀 你这么喜欢李海潮一家呀 李叔叔对我好 怎么个好法 他做很多好吃的 对我笑 还给我洗衣服 比我这个当亲妈的强 我最喜欢妈妈了 你要记住 在外婆家 要听外婆的话 等妈妈到深圳找到了工作 妈就借你过去了 深圳就算遍地黄金 轮得到你去挖 我等你湿了苦头脑袋聪明了 你一个离婚带孩子的女人 找个老实人家里有什么不好 难道你还想着帮大缓 当着孩子的面还爱情爱情的 真是不要脸 妈 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你先基本把自己养活了再说 别在那儿说大话 养个女儿真是没点用 这几年一点都帮不到家里也就算了 我还要帮你养孩子 完全地赔钱货 妈 我以后一定会孝顺您的 走走走 我看见你这张眼睛我就够了 走走走 走 走 小秋 你要乖 要听外婆和二姨的话 妈妈过段时间就回来接你 妈 你身体不好 一定要多注意 别那么大气性 你有高血压 降压药别忘记吃 就辛苦你照顾紫秋了 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我 我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妈妈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妈妈 Zither Harp 先生 你找人吗 我 我找你们老板贺梅 找我们老板 你谁呀 我是 我是他一个朋友的儿子 那 那你进来等吧 我们老板送孩子去幼儿园了 估计半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 算了吧 没事 我又还有老板 别的事 这样 我 我留个地址给你 等他回来记得跟他说 然后如果他今天有时间的话 就去找我 如果他今天来不及的话 那我明天再过来 好 对 我叫子秋 好 行 没问题 那麻烦你了 客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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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贱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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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贱宝贝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要开展国际业务了 有一家国际的工艺品公司 发邮件给我 他们要跟我们买你那个 三小无猜的作品的延伸版权 真的 真的 他们在国内呢 有工艺品生产线 就是你去国外买了一个工艺品 回头一看 没听你穿的那种 我查了一下啊 他们做了很多国内外艺术家的 延伸作品了呢 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 每卖出一份 就有一份的提成 我们要赚大钱了 这两天呢 我约了他们的负责人来 我们工作室好好谈你一谈 好 恭喜二位老板 裁员广计 学姐 你不会有了钱之后 把我甩了 找个更年轻的吧 那真的是太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嗯 做什么了 被哥哥溺暗的好坏 你 小虎 我就是好奇 李贼贼 虽然吧 我是跟你说骨科的那个故事 但是我劝你啊 就你这种情况 千万别看 为什么 这往往 就像打开了某个开关 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你会觉得 这种设定好像也 满蛋感动 有道理 很多事本来没什么 精神暗示多了 想的就多了 不能看不能看 你还是赶紧想想 那个新参赛作品吧 那个现场创作的邀请赛 你不都接受了吗 抓紧想主题啊 没灵感 俊俊 你说李老板的作品 以后越卖越好 会不会给你拆火啊 怎么会呢 那工作室里里外外 都是我打点的 淘宝店 业务对接 谈客户 那不都是我吗 尖尖的主要心思 在作品上 我们各司其职 谁也离不开谁 话虽如此 签证得少怎么样都行 挣得多了可就不一样了 核心竞争历史内容 提供创意的人 你还是跟他签个合同吧 不警告你啊 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 天天不是这种人 别生气嘛 我这不是看你这么善良 怕你吃亏 好了好了 你干活去吧 好 我可以推荐给你 我们点准备 还有小方和提拉米苏 那我就要一块提拉米苏 和一块奶油小方吧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 其他的喝的 我们有小孩要的 暂时先要这些吧 好 谢谢 您稍等一下 老板 客人要蛋糕 老板 客人要蛋糕 要什么 一份奶油小方和一份提拉米苏 好 收到 来 来 老板 老板 客人说这个奶油小方 一点都不甜 奶油旺方糖粉 没事 你去把之前做的全都撤了 看能不能给客人换一款 嗯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啊 没事你去忙吧 吵了 我给他打算我操作了 六号 甚至没有这天肯ittens 嗯 不是 你不上班啊 我今天中午休息 想要带你去吃个饭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手机坏了 他又去买了 不接手行吗 这是我学姐杜娟 这是我哥林肖 你好林肖 谢谢你对我们家 今天的照顾 不客气不客气 应该的 别客气 你说错了 别看她是我学姐 都是我照顾她 帅哥面前说点好话 下次请你们吃饭 今天我时间不够 一定要请啊 说话送话 下次可以叫上 尖尖的另一个哥哥 好的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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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饿了 吃饭吧 走 再见 再见 这家商场 在你去上大学之前 刚弄工 你还记得吗 后来早就开起来了 前面那儿有一个手机店 然后这四楼是餐厅 特别方便 你一大早上就走了 躲我 说话不算舒服 没躲 我就是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在爸爸们面前 我有点心虚 你就跟以前一样就行 我也想跟以前一样啊 那谁让你们放着 好好的日子不顾我 你们 别挑字眼 救你 你以后要把我跟子晓分别给她 她是哥哥 以后帮你送家 又来了你 手给我 我 我给你手我就没了呀 那我把我的手给你 我就是牵手嘛 从小你像牵狗一样牵着我 我还少签啊 走 把手机去 好了 就这些 好 请稍等 我上次手机坏了 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去兽了 您居然能展带住 几天都不开手 没有反而清静 反正需要密切联系的人就在身边 那你都不看微博和公众号吗 不看 你真的没有关注 你好多未读信息啊 你快看一下 子总 月 月亮给你发微信了 你快看看她都说了什么 你看不就行了 我看不合适吧 我看看跟你说有区别吗 你不用给我答案了 我看到你清理尖尖了 之前是我想多了 误会了 我这几天会找房子尽快搬出去 麻烦你们等我搬走以后再公开 谢谢了 说什么 你太惨我了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你紧握 像我是你所有 有 一个千千变大了 另一个变小了 岁月让我们在 中间相逢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不用回望 我会守在这里 陪着你的背影 去遥望 我 我想你住管的酒房子 有一天 你寻找新的日子 就像是一片叶子 飞向更远的树枝 那些岁月就像 只是昨日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我看见你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慢慢的走 不用悲伤 我会守在这里 我送你飞向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